对吧 马来西亚 最新一集的日本动漫 咒术悔战 相信让大妈的朋友 看的又是热血沸腾 又是心疼不已 热血是因为里面的角色 七海剑人 Nanami提到要来马来西亚的 关丹养老 要在关丹的海边 盖大大的房子 悠哉的读书 心疼就是我们的Nanami 一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就领了便当 无法完成他的夙愿 那坐着你不让他来 大马的漫迷 就决定自己把他带过来 如果你到Google Maps 找七海纪念馆 你就会发现在关丹的海边 真的有这个地标哦 但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 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就无法确定了 因为漫画版早在2021年 就已经画到了Nanami 说要来关丹的情节 动画版则是在今年 才上演了这一幕 所以才会在近期 掀起了网络热议 虽然这个恶搞的地标 曾经被Google撤了下来 但是不死心的漫迷 又继续在同个地方 标上了同样的记号 让网民可以前来悼念打卡 但是话说回来 如果连七海都想要在 关丹的海边养老的话 那么关丹的海边 应该真的很漂亮哦 有没有关丹的朋友 可以在留言区提供照片 又或是视频 让我们欣赏欣赏 然后再来看看 又来看 再来看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